第36题下列关于电解值在水中解离之叙述何者正确 这是老师上课强调过的重点 电解值在水中解离的时候 正负离子个别的带电量不见得相同 正负离子的数目也不见得相同 但是正负离子的总电量一定相同 我们的总共的正电一定会等于总共的负电 所以会呈电中性 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 下列关于电解值在水中解离之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正离子的总电量 B等于负离子的总电量